男人竟然用笔子吃绿豆沙 这天手上爬来一只蜘蛛 他没有害怕 下一秒就被咬了一口 蜘蛛却堵发身亡了 可刚说完 手上就冒出一阵绿光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会拥有超能力 只见他小手在空中转了一圈 然后轻轻一弹 一颗绿豆正好射到老师脑门上 从此之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竟然卖起了绿豆汤 他倒满水后 撒了一把绿豆 哇 好随便哦 老板 可不可以麻烦你多加点绿豆啊 只见他拍了下胳膊 绿豆就哗哗地冒了出来 眨眼间就装了一大杯 我认识你 你是绿豆鞋 耻辱 都是耻辱 因此他放弃副业 开始了劫富激贫的生活 这天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巷子里 小伙儿走着走着 突然对面的美女大喊一声 救命啊 为什么 你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那我听你的 随后就要解扣子 救命啊 废里啊 这时绿豆侠从天而降 哇 绿豆侠 我今天第一次做坏人就遇到你 好兴奋啊 放开他 我还没碰着呢 他觉得有点尴尬 那我等你 现在社会这么咄咄逼人吗 他刚要上前 绿豆侠就冲了过来 随后射出十多颗绿豆 好委屈啊 能不能致命一点 绿豆侠胸膛一挺 开启了变身模式 只见他扔出一张面膜 啪唧一下 呼到男人脸上 时间一到 照镜子一看 他竟然变成了奶油笑声 这时女人主动凑了上来 你不仅是个好人 你还是我的男人 随后两人一起回家了 这天他又遇到个抢劫的 随后他就举起了手枪 老奶奶扣动扳机 子弹射出 却被绿豆侠躲了过去 变身后 双枪不停的射击 甚至转起了圈 可这些子弹 都被轻松的躲了过去 只要点了赛可关注 你也能这么厉害 全都躲掉了 怎么可能呢 当然不可能了 都在我身上了 可中了这么多枪 他竟然没躺下 绿豆侠立马开启变身 要为小伙报仇 使出了必杀剂 又扔出一张面膜 正好呼到老奶奶脸上 他觉得还挺舒服 下一秒 他的皮肤比俄罗斯美女还白 你快点去自首吧 以后别再抢劫了 OK 面对受伤的小伙 他拿出了秘密武器 让小伙走得体面行 刚要被推上救护车 绿豆侠 谢谢你 爱你哦 说完就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一个剧组正在拍戏 你会不会演戏啊 但还没开始呢 太油腻了 绿豆侠帮忙啊 一声炸雷后 他真的出现了 兄弟怎么着 他往胸口指了指 男人微微一笑 他摇了摇头 随后他就被推了出去 紧接着绿豆侠又开始了变身 这次射出了西油面膜 男人一声大叫 痛苦地捂住脸 随后他就变成了奶油笑声 人不但不油腻了 就连演技都升了好几个台阶 把导演都看哭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出这是什么广告了吗 男人瞪大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尿了一桶方便面 这可把他吓坏了 想把方便面冲走 不料马桶堵住了 他急忙打开窗户 来不及吃 就掏出面条 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他以为自己生病了 就去看心理医生 还当着人家的面尿了一杯 医生也无能为力 可回家时 遇到了小偷 罪犯还向他跑来 他来不及多想 手一伸 竟然射出了面条 小偷以为见鬼了 急忙放下包 举手投降 以溜烟逃走了 晚上出去溜弯 遇到街溜子正在欺负人 他戴上头套出来阻止 紧跑几步 射出面条 把男人干翻在地 另一个掏出水果刀 大叫一声冲了过来 也被轻松制服 男人爬起来后 说今后一定报答他 大壮一听有了想法 说就今天吧 男人刚打开钱包 他就抽走90块大洋 原来大壮失业在家 吃了碗过期的方便面 没想到身体发生了变异 从此之后 他苦练面条神功 最终成了面条侠 每当人们有困难时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因此还上了电视 可成了公众人物后 就不能再要钱了 因此他找了份工作 可刚上了两天班 同事就被黑帮绑走了 大壮只能单刀附绘 从袖子里钻出两把面条 随后化身成双结棍 武德那是虎虎生风 小弟在他面前 跟菜鸡一样弱 没几下就被打得满地找牙 这时黑帮老大上场了 还别说 他还真有两下子 凭借灵活的伸手 把大壮干翻在地 紧接着 沙包大的拳头 跟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没几下 大壮就被捶成面条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可下一秒 电闪雷鸣后 面条快速收缩 汇聚到一起 眨眼间他又活了过来 手一抬 射出面条 正好贯穿大壮头顶 美女同事也被救了出来 如果把这个超能力给你 你敢要吗 男人向前一趴 从30楼跳了下去 呼呼的风钻入口中 肚子就鼓了起来 喷的一声落到地上 又弹到空中 透过窗户看了眼电视 随后又落到地上 再次下落时 手伸长49.9米 抓住路灯用力一拽 头上就起了个包 晕晕呼呼掉了下来 吓得他赶紧到医院做个检查 通过全面扫描得知 他的身体变成了橡胶 当洗澡时 一个美女护士走了进来 可浴巾里包着高压电线 他插上插座 戴上绝缘手套 夹子上顿时冒出无数火花 还诡异地笑了笑 大壮也是一脸坏笑 让他赶紧过来 只见护士一步步向前 把夹子放到浴缸里 而大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护士健壮 急忙跑了出去 穿着高跟鞋跑得还挺快 大壮手一抬 身长55米 一把抓住护士脖子 将他拽了回来 经过言行拷问得知 是拜把兄弟要杀自己 原来他在执行任务时 被人从后面偷袭 他躺在病床上 咬了一口绿皮甜瓜 可嚼了两下 怎么这么难吃 随后就变成了橡胶人 突然一个杀手走了进来 他小手一伸 抓住杀手脖子 随后拉到跟前 他竟然也是兄弟派来的 大壮这下不淡定了 来找兄弟讨个说法 手臂顿时伸长了50米 跟面条一样 可杀伤力却非常大 轻轻一甩 就干翻了所有人 他们爬起来后 举枪就射 全都打到大壮身上 背后冒出无数尖刺 随后吐出一口气 子弹就反弹回去 紧接着手臂轻轻一甩 再高高举起 变成巨大手掌 来了个泰山压顶 他想干掉兄弟 可下不去手 正在这时 他们的领导赶到 手里还拿着炸弹 原来是他偷袭的大壮 随后点来了引线 想炸死两人 突然路飞赶到 拳头快速膨胀 紧接着就飞了出去 跟炸弹来了个硬碰硬 下一秒 老大就去了西天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大壮和路飞 谁更厉害呢 女人嘴一张 竟然吐出很多积木 又从口中掏出一个 她看了看 嫌弃的扔到马桶里 刚想冲水 怕堵住马桶 徒手捞了出来 随后放到水龙头下 冲洗干净 倒进儿子的玩具箱中 她以为这只是意外 可化妆时 嘴里又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 还是积木 她终于害怕了 急忙向有经验的宝妈求助 可人家根本没吐过积木 开家长会时 突然她又有了反应 急忙起身 跑到卫生间 吐了起来 从此之后 家里的积木越来越多 女儿拿起一个闻了闻 怎么有股便便的味道 她刚要回答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任着巨大的恶心 把积木吐到垃圾桶中 下一秒 她就躺到地上 旁边还有很多积木 即便女儿敲门 她都不愿出去 只想在厕所里静静 随后玩起了积木 没想到里面 还有更大的积木 第二天一觉醒来 屋子里多了个积木房子 而妈妈正在里面 吃着面包 看着手机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原来自从有了孩子 她一刻都没有休息过 天天忙得昏天暗地 一直想有个安静的小窝 就算只休息几分钟都行 那么问题来了 宝妈真有这么辛苦吗